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報道 今天是6月10日 星期五 對於部分觀眾來說 可能過了今天就會有兩天假期 至於去到明天後日不能放假的觀眾 都不需要氣餒 因為有工作有工作其實已經算不錯 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今天的氣溫就是27度 間中有雨 其實天文台也預告了連續整個星期都會有雨 所以這段時間如果出門口不帶傘的人 都可以說是傻人 雖然我平時不喜歡帶傘 但是現在這段時間下雨下到這樣 都不能不帶 所以我自己也有帶傘 沒有被雨淋濕 事不宜遲 跟大家看看昨天的確診數字 如果昨天大家有看我講關於習主席會不會下來香港那一集的井仔 都提早跟大家說了 昨天的新增確診數字就是674宗 當中有73宗就是輸入個案 新增直接核酸陽性個案就是332宗 另外新增了一宗死亡個案 674宗就是高處未算高 昨天 前天 大前天那些500多宗 我們都覺得香港沒有了 很多很多 怎麼辦 結果今天就直接爆到674 一個接近700的水平 今天都6月10號 距離7月1號只剩21日的時間 而且你不是說去到6月30號的確診個案好轉就會下來 因為一看是要看整個14天的循環 即是說 留給香港去壓止疫情的時間 真的大概只剩7天左右 但林鄭月娥就是跟大家說 所有事情不鬆不緊的 你想我收緊嗎 傻了 你猜現在1、2月收緊可以斷走樓財路嗎 斷不了人財路的事情 香港政府沒有那麼容易做 也沒有那麼快會做 不過關於一些野餘的說話 大家有興趣的 聽回昨天那一集 因為昨天那一集 不知為何特別少人看 都是這段時間最少人看 可能不知為何 可能被人打壓 或者是因為之前都說過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話題 不敢興趣也不頂 好了 跟大家看看今天的新聞 今天的新聞都幾爆一下 在雲涵街出現了拿刀襲擊人的事件 警方有用他的東西做制止 也真的開了火 究竟是甚麼事 中環發生了撞車和用刀襲擊人 還有警方開招招招的事件 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雲涵街31號A對開 據報有多架車相撞 繼而有一群男人在撕殺 期間也傳出招招招的聲音 警方趕底之後 沉獲了三名傷者 其中一名男子 背部有兩飛子彈 另一名男子 頭部中刀 陷入昏迷 另一個人腳部受傷 疑似被載走兇徒的車 撞到 三人同時送院搶救 據悉他們三人都是非華裔人士 大批警員 穿避彈衣去現場搜索 初步找到一顆彈頭 多把利刃等等 隨後即場拘捕了三名涉案男子 現在正在追緝最少八名在途疑犯 跟正一點 剛才我以為是警察開招招招 原來不是的 是狼死到那群匪徒 原來自己已經有這些招招招 相當之危險 因為警方在現場找不到那些東西 只是找到彈頭 代表現在香港是有些人不合法地持有這把招招招 可以到處走 萬一他們被迫入窮行 或者當他們被警察去追捕的時候 當他們手上擁有這麼危險武器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做些什麼 他們會不會攬炒或者弄傷其他人 這些是完全想像不到的 所以這宗新聞其實都頗大件事 繼續講多一點詳情 事件之後 大批警員穿避彈衣 有部份警員手持MP5 總之那些不是手的 是那些 反恐特勤隊也在場戒備 警方找到最少一顆彈頭 七把刀和刀套 同時也在馬路中央發現了一包燒過的炭 究竟有什麼用 想不到你在馬路中間做這些做什麼 由於其中一名傷者身中了兩票 所以多名警察一字排開沿路去搜索第二顆彈頭的下落 在案發之後 現場有一架靈智 以及一兩掛有P牌的平治私家車停在路邊 其中靈智的損毀嚴重 車頭也懷疑有彈孔 警方在現場拘捕了一名男子 相信他是平治車司機 懷疑他和案件有關 另外也有兩名藍亞人在場協助調查 其中一人身穿的白色衣服都已經變成紅色 之後他們就同樣被捕 帶回警署 接著去到今早的凌晨5時47分 在白鄉的錦嫖路 有一架七人車起火 沒有釀成傷亡 警方初步就覺得這架車的起火原因有可疑 正在調查會不會是和這件事有關 這些真的不能放棄 你本身只是拿那些工具 牛肉刀、開山刀等都夠誇張 現在還要牽涉到焦焦焦的話 更加不能夠太慢 下一單新聞 警方就踢爆了一個桂里集團 拘捕了46個人 更加發現了一個名為貓池的電話卡數據 軍炸式的追債行動 究竟是甚麼事呢 警方東區九龍總區 就倒破了一個由黑社會操縱的非法集團 以雙下作為行動的基地 並且建立最少有2300名欠債人的資料庫 透過火拍非法放債甚至持牌的財務公司 進行一條龍的放債收債行動 行動當中警方就拘捕了46個人 包括集團的主腦和骨幹 還有財務公司的董事和職員等等 當中有九個人未成年 警方也首次發現有不法之徒 利用名為貓池的電話卡數據機 短時間內發放大量訊息 向欠債人發動電話軍炸去收取欠款 警方就在昨天下午記者會交代案件 說因為疫情所以經濟受創 警方就發現近年來的非法放債和追債罪案都有所上升 涉案的桂里集團組織嚴密分工清晰 相信已經運作了一年多 警方就在過去兩天採取了一些很大規模的聯合行動 以及很多不同部門一起搜查超過30個地點 包括涉案集團的行動中心 兩間持牌的財務公司 一間收數公司 然後就起獲了75萬現金 六部貓池的電話卡數據機 以及超過450張電話卡 以及一批林友的工具 究竟說了幾次的貓池電話是甚麼呢 涉案集團會利用預設的電腦程式 操縱這個貓池發動電話轟炸 就會在同一時間無間斷向欠債人或親友 打出大量語音通話 藉此短暫貪汙欠債人的手提電話 其中也有一名受害人 曾在短短半小時內 已經收到超過1000個垃圾電話 警方不排除 集團亦曾經利用相關設備 發放大量的借貸廣告 當有關手段仍未有效 集團會將行動升級 由行動指揮中心 旗下的收數公司 以林紅友、失鎖時洞等違法手段 威逼人就範還錢 甚至乎這些集團 也會利用社交媒體、交友程式 用幾百元的報酬 去招攬一些年輕人去參與這類活動 被捕的眾多人士 包括39名男子和7名女子 年齡介乎14歲至56歲 其中有八男一女是未成年人士 即是說收人幾個水 拿自己前途教票去幫人做這些事 這些絕對是極度之不值得的 你為了幾個水 然後你就沒有了自己前途 甚至乎間接握了自己有機會讀到大學的權利 因為讀到大學的話 當然不是說讀大學就一定可以情報清雲 但作為一個我這些沒有讀過大學的人來說 我真的知道讀書很重要 如果你有大學學位的話 哪怕你的學位是九五加八五關事的學位 都會令到你日後人生條路走得比較舒服 下一則新聞 有個人在觀塘裡不見了一隻勞力士 在前天的時候有名男子在網上發文說 在凌晨的時候在觀塘開圓道的時候喝大了 不見了一隻勞力士的手錶 覺得那隻手錶很有紀念價值 願意重籌希望找回 不過有不少網民認為這隻手錶是空多吉少 因為這隻手錶的價格相當昂貴 即使有人收到也好 都未願意有人交出 除非報酬是貴過這隻手錶 都可能會有人幫你 但它就表明重籌 但是重籌是多少錢呢 就沒有說 根據報章的分析就說 這隻手錶是二十多萬左右 即是二十三萬至二十六萬左右 還有這隻手錶是有炒賣價值的 即是隨時的炒價 是會比起現在的手錶價 是高了兩倍都不頂 所以你說重籌是誰信你呢 還有很多時候這些 之前我說的騙案的時候 都跟大家分析過 有些比較壞的人 即是他自己不見了手機 然後他就說 用成一萬元去拿回手機 自然有人把手機給他 之前他就報警 就說 有人拉縮他 要用一萬元才拿回手機 接著 在拿回手機之後 一付錢那一刻 全部警員就衝上去 撲下那個 即是給你手機的人 結果自己一元都不用出 就拿回手機 然後 拿回手機給你的那個人 也不要說他有沒有報酬 還要換個案底回來 由於香港人有時候 有很多人的數字 其實都是比較差的 很多時候 陌生人與陌生人之間 都沒有辦法坦誠 誠實地去看待 沒有最賤 只有更賤 更何況這些錶 說幾十萬 你說你會不會反口 大把人說連五個水都會反口 更何況你這隻錶 炒價隨時升到四十幾萬 誰會替你冒著自己會坐牢的風險去信你 所以 得罪說句 撿到這隻錶的人 都會想辦法自己脫掉它 走去 去給你一隻錶 其實跟送養入虎口是沒有分別的 就算不貪你錢也好 隨時會送個案底給我的 心想理你也傻 最多就是自己拿去警署那裡 不會信你所謂的重酬 但是香港又有沒有那麼多好人好事呢 撿到這隻錶的人 都不代表老鳳有看到這則新聞 所以就算好心想還給你也好 也可能隨時沒有這個途徑 下一則新聞 大埔看樂園的2500呎豪宅 原來被當作私煙倉 海關檢獲950萬的貨物 拘捕了兩名男子 海關昨天在大埔看樂園一間獨立屋 賭破了一個私煙集團的儲存以及包裝中心 檢獲了340萬枝華儀私煙 以及12萬枝另類的那些產品 總值950萬 英貨稅值650萬 兩名本地男子被捕 涉案的單位已經運作了大約半年了 據了解面積達2500呎 月租6萬至7萬左右 這個倉庫是保安嚴密 私隱度極高的豪宅走地段 窗戶全部都是以遮光布去遮蓋 相信是為了增加追查的難度 其實為何會租用豪宅 即是表示他們的利潛一早可以覆蓋過這些數字 所以他們就不擔心可以租這些7萬元的每個月的單位去做 因為剛才都說了 原來英貨稅值是650萬 當然就不代表你可以帶650萬 只不過是說 原來中間是淘了650萬稅 你再把賣的價錢調貴一點點的話 每個月7萬元的錢一定會回到 甚至乎你說 即是好像這些集團營運 會不會一個月賺到100萬呢 我覺得不奇怪 100萬再扣7萬元的營運成本 93萬再慢慢扣扣扣扣 相信都很大利潛 所以才會有人選擇去鋌而走險 不過呢 沒有辦法 警方能做到事 我相信 我有些朋友看到這些新聞 就會相當之心痛 或者可能有部分看到的觀眾 都會覺得心痛 因為老實說 現在香港的稅率這麼高 等於是 有些人叫他去鋌也不可能 他唯有是找辦法 就是找一些便宜的方法去吃 不過這些呢 我也不方便怎麼評價 因為我一說這些說話過份了的話 老爸又不開心 那些朋友聽到呢 又不開心 也不想得罪了部分 即是有呼吸習慣的觀眾 所以這一方面也不再多作評論 下一單新聞 葵聰26歲的菲傭 報稱在理髮期間被人咸豬手 洗頭仔首日上班後 逃去之後被捕 究竟什麼事呢 在葵聰發生了一宗華爾咸豬手案 在昨天晚上9時 警方接獲報案 一名26歲的菲傭銳女子早前 在葵聰道1001號的一間店裡 懷疑被一名男子咸豬手 之後對方逃去無蹤 之後葵聰警區 通緝一名年約40至50歲 高約1.65米中等身材的男子 最後在鴨利州村 拘捕了一名姓馮58歲的男子 他就涉嫌咸豬手就正被扣留 消息指 當女事主理髮期間出現了這些事 回到家後就跟僱主哭訴 僱主就覺得事態嚴重 於是晚上就報警求助 涉案的姓馮的58歲男子 其實原來他那天也是他的第一天上班 那間店舖就慘了 即是第一天上班 原來聘用了這些人 結果搞到這樣 真是亂七八糟 下一單新聞 九龍灣的男子疑似腳踏風火輪 被的士撞傷送軟 風火輪大家不知道是甚麼呢 這陣子人很喜歡在街上踩著一些東西 然後他自己也是充電的 兩個輪子 有點像拿渣風火輪 那些 周圍走 在九龍灣就發生了交通意外 在昨天晚上6時 一架的士就沿著牛頭角度 往旺角方向行駛的時候 當駛近去到淘大商場 對開的行人過路處的時候 意外撞到一名 懷疑腳踏風火輪 即是電子單輪車的男子 救護車接報到場 受傷男子清醒 由救護車送到聯合醫院救治 警方也正在調查事故的原因 那些運輸署 其實一早就要去監管這些法牌制度 有些人就不會死 在馬路上風馳電制 有些人不在馬路上走 在行人路上走 其實我也覺得很不安全 除非你說那個人 他是拿足了牌 他是接受過考試 考過牌 懂得很靈活地避開行人 證明過的 那你就給他 即是你不可以騙殺人家的自由 但是不是代表你有自由 就可以傷害其他人 這些其實就是一些香港社會的漏襲 即是這些監管制度 遲遲都沒有去做任何的監管 下一屆政府就要做一下事 這些雖然你不改也好 就不會太過嚴重 最多就是一兩單交通意外 但是不代表 就是可以躺在那裡不做 下一單新聞 打鼓嶺的死車 就變成了流動儲物倉庫 海關就拘捕了一名餐廳老闆 檢獲了180萬的藥 海關的藥品調查科 根據情報分析 鎖定了一架 長期停泊在打鼓嶺平陽村 懷疑是用作若問流動倉庫的七人車 在昨天晚上七點半的時候 人員就去到上紙埋伏 當一名男子駕車去到附近 隨即登上那輛七人車的時候 人員就立即上前攔截 並且就在中排的一個音箱裡 找到1.2公斤的那些靠撈東西 同時也在座架上檢獲了少量的那些什麼 最後那名男子就立即被捕 年約32歲而已 報稱是餐廳老闆 據悉也不是上紙的村民 初步就說他沒有黑社會背景 也沒有相關的案底 不知道究竟他是其中一個人 還是那些收幾個水報酬去幫人開車那些 不過人裝病鑊被捕到的話 這隻死貓就吃硬了 32歲應該都52歲就出來了 下一單新聞 昨天的頭條 紅雨行山的一單新聞 在昨天早上 在井仔做完神早新聞的時候 已經找回女士柱的身體 大家都猜到已經不在了 下面也有很多網友留言 昨天那一集也有很多人留言 就是什麼 無腦、自私自利、害人害物等等 我昨天上網看到一個挺有趣的推論 就是說 其實案件會不會不是普通的紅雨行山那麼簡單 首先就是說 黃色暴雨行山都算了 紅色暴雨都照舊去行山 會不會其實是 這對男女裡面 其實大家是想約去做一些東西 不過就把東西轉嫁給紅雨呢 這裡不是說 鹹鹹濕濕的東西 會不會是說 其實這對男女本身是有糾紛的 然後就藉著這個紅雨其中一邊出手 所以另外一邊就可以說 因為紅雨行山 所以他就走了 就可以洗脫自己的嫌疑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不過這些就是我上網看到有人這樣說 然後我聽下去又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這個可能性 這樣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大家就不需要這麼認真去看待這件事 就是當是一些人的想像 大家吹一下水就算了 另外也是一件關於昨天的新聞補充 昨天就和大家說過 昨天又是有些藥物的新聞 警方就檢獲了610萬的藥 最後就抓了3個人 當中就發現原來其中的兩名少年 是因為他們玩那些手機遊戲 就是不知道什麼 王者榮耀那些 我自己就沒有玩 因為玩這些手機遊戲 就認識了一些人 他們就說 給幾千元你幫我運東西 結果就真的中了招 所以昨天就被人抓了 一個年輕人的大好前途 就完全沒有了 為了幾千元就放棄了自己未來幾十年的青春 放棄了所有能夠學習進修上升的機會 真的相當可憐 所以如果各位是家長的人士 就要留意一下 究竟自己小朋友除了在學校裡面 有沒有認識一些不法分子 或者學校以外的現實世界 有沒有認識其他人之外呢 其實原來網絡世界都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我以前當年打機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多複雜事情 通常適合聊的就是電話聊幾句 你在電話那裡 通常你都聽到別人是什麼年齡 而且這麼久以來 不算20歲之後那段時間 以前小時候打機認識的人 都很少會約出來見面 根本都不會有這件事 下一則新聞 繼續有網上的拆單元受害者 42歲的印度婦人損失了3.8萬 日日都被人騙 這個女事主也是起初收到2000元的佣金 不過之後又是跟對方失去了聯絡 真的日日都有 究竟香港有多少傻人會經常中招呢 不看井仔怎麼看 不看井仔神早新聞 結果搞到這樣 不知道說什麼 好了 下一則新聞 西九龍衝鋒隊在大角咀接獲了快餐車 拘捕了那名男司機 檢獲了30包的那些東西 在今天凌晨時分 西九龍衝鋒隊第三隊巡邏的時候 看到旁邊有一架寧志斯加車停在路邊 司機刑跡可疑 於是暗中觀察 未記就發現了這架車開走了 然後警方就上去折查 手下的車 最後就找到這些東西 涉案的男司機39歲 和黑幫和聖和有背景 警方也正在調查相關物品的來源 警方的雷霆行動2022 在油麻地蓋了八家樂的檔口 有30人被捕 並且需要罰款 在今天凌晨時分 O記在油麻地的吳松街112至124單位 賭破了非法的八家樂賭檔 檢獲了兩張倒桌 六部電視 一批賭具 還有46萬現金 還有300萬籌碼 我從來都不建議大家玩這些 玩這些是很容易輸身家 是真是輸死人 也不出奇 如其玩這些 不如學一下買股票 起碼都不大機會輸到欠缺 雖然股票有時候需要等 例如等一個月等一年 很少會有炒即日先這種情況 但總好過 三分鐘就沒了幾個水 三分鐘就沒了幾個水 一身辛苦苦做成天或半天的錢 一兩分鐘就沒了 那真是好 調戲很不順 好了 下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也是網上騙案的 不過就不是網上拆單完 是叫做食物推廣完 不過其實事情的做事方法也是差不多 總之就是叫你先入錢給我 一個31歲女被騙6萬元 不知說什麼 31歲都已經是一個成年人有智慧 而且都懂得上網的年齡 都可以被騙6萬元的話 差點這麼說 我覺得他那三十幾年都可以說是白過的 老實說你6萬元這麼容易給人 那不如掃描我二維碼你給我6萬元吧 不過我不用這麼貪 60也好 起碼我都不騙人 我真的天天都在這裡見大家 實際上我從去年十月開始到現在 我基本上真的一天都沒有休息過 甚至乎是說 現在是每天三條片 我基本上是沒有試過就是說走數 無論如何都好 我一天都會偷三條片出來 永遠只有多 這樣就沒有少的 大家看到我這麼勤力 掃描隔離的二維碼支持一下我吧 當然不用六萬這麼多 有心的話 每個月十元我都覺得相當足夠 看完今天最後一則新聞 前區議員助理在探酬期間 涉嫌討論幫他剷除一些網上資料 現在被人控告妨礙司法公正 究竟是什麼事呢 區議員黃國彤的一個前助理和另外一個人 被指曾經協助一名涉嫌藏有煙霧彈 而遭受還押的男學生去剷除他手機內的資料 三人被控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等等的罪名 案件在今日區域法院開審 控方開案陳詞透露 這個男子在2019年的平安夜被捕 於是這些助理在逼屋探監期間達成了協議 協助他剷除兩個互聯網的戶口 和一個手提電話號碼的資訊 究竟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呢 因為剷除了就會令到警方搜證困難 因為你不知道警方什麼時候搜證 剷除了網上找不到的話 就可以瞞天過海 如果在你剷除了警方真的沒有備份的話 資料有時候沒有了就沒有了 你不可以說什麼我看到我記得有印象 你不可以這樣 你除非真的下載了 所以他們就希望剷掉資料 令到沒有更多資料去控告那個人 不過其實你在逼屋探監 無論你是個犯還是家人 其實你當中所說的內容 全部都是有監聽有監控的 所以就不要以為你們說什麼是沒有人知道 還有就算你寫信也好 其實都是事先會有懲教的人員 去看一封信內容合不合適 當他們覺得合適才會轉交給別人 因為擔心你們會不會在信內討論一些犯法的行為 例如說會不會協助 你終身了 不如我找一輛車去接你走 我們約了幾點幾點 你盡量去到那個地方我接你走 這次被控告那三個人超級年輕 十九歲十九歲和二十歲 可能因為他們太年輕了 對於這個社會越來越不足 一來作為旺人就被人洗腦 還有就不知道剷除這些資料的刑事性去到哪裏 這些人又不知道說是否低可憐 不過我根據那些內文去看 就發現九成都一定會坐得入妨害司法公正 為什麼呢 因為懲教署的錄音系統已經錄完了 很肯定他們那段對話裡面已經說了 你給我號碼我幫你撐走所有的東西 到時找不到就搞定了 當有這些錄音的話 就不用走 由你進去探監到現在 自己都會成為監彈 入到去 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錯 去想一下自己為什麼會被人洗腦 為什麼會這麼愚蠢 為什麼會鋌而走險 會去做這些犯法的事 今集的神早新聞就到這裏 我們待會的頂仔點看再見 現在外面又下了好大雨 今天買菜也未必買 經常下雨真麻煩 我們待會再見 拜拜